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无名阵容强大 影帝梁朝伟最佳男配王传军 还有当红小生王一博 2月15日 在长津湖之水门桥主创人员的直播中 电影的制片人于东表示 自己所制片的另一部电影无名已经拍摄完成 目前正处于后期制作当中 很期待今年和大家见面 于东导演表示 电影无名的主演除已经曝光的梁朝伟 王一博和王传军外 另外还有5、6位优秀的演员加入 请大家敬请期待 已经曝光的3位主演均是非常优秀的演员 梁朝伟是中国香港著名的实力派演员 由其主演的电影不仅大多颇受好评 还多次获得国内外多项大奖 曾五次获得香港金项奖最佳男主角 另外 他还凭借王家卫指导的电影花样年画中报 管编辑周牧云一角 获得了嘎那电影节最佳男主角 作为歌手出道的王一博演技也十分令人惊叹 由他主演的电视剧陈情岭和有飞等军 获得了较高的收视率和好评 而王传君不仅在电视剧《爱情公寓》中所饰演的关谷神奇一角 收获了众多网友们的喜爱和支持 还凭借着电影《我不是要神》中 屡受益一角斩获第14届中国长春电影节 最佳男配角奖 以及第10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男演员奖 此外 于东还表示无名这部电影将是一部很商业的电影 和导演成尔之前所指导过的电影均不同 在其很具个人风格的艺术片的基础上增加了很多商业元素 《谍战电影无名》由伯纳影业出品 该片以抗日战争为背景 主要描述中共地下党员不顾个人安危 拼死送出情报 保卫国家安全的故事 电影无名也与中国医生 长津湖一起 并称为中国胜利三部曲 无名即将和大家见面 尚未曝光的那五六位优秀的演员 大家认为是谁呢 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讨论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